那我们是不是接下来后面要放1月1号 其实它比较合适的一个日期应该是叫年底 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先放个1月1号了 怎么增加一个1月1号呢 新增资料行 制定资料行 名称不浪费时间去改了 然后请在这里面要特别输入 你是不是要输入1除1 对不对 那因为你不是要请它做计算 因为它这边有一个等号码 所以你要把它文字化 所以你就必须要输入2撇1除1 它是红色字 应该看得出来 那记得要用2撇 然后你就直接输入1除1 在两撇之间 确定 可以吗 新增资料行里面的制定资料行 接下来我就要再做两个动作就做完了 就是把这一栏 Shift键按住 点制定 就是选两栏了 然后合并资料行 合并的分格符号请制定 就是加进去一个斜线 这个请改名字叫 统计日期 因为它是选择性 但是你也可以输入 到时候我就不用再多做一个重新命名 好 确定 那因为它是日期 所以这个类型就不对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把它改成 日期 所以第二个动作就是修改 资料内容的类型为日期 我还想做第三个动作 其实在所有的资料里面 只要是那个登记日期啊 或者是探定日期 或是什么什么日期 它一定在资料的 最左边还是最右边 最左边对不对 好 所以请养成这个习惯 滑鼠右键 移动到开头 好 这只是习惯哦 你不做都无所谓 但是我建议你做 所以刚做三件事 合并 第二件事情 修改那个类型 已经搬到前面 类型 第三做滑鼠右键的移动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做 这整个动作